蜀泥蜀饼 又在找小鸟的麻烦了 蜀饼啊 还好讲着听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五月份 我包夜系的多肉怎么浇水 我突然发现我包夜系的还蛮多的 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准备一个容器啦 然后这一搓白白的 就是万能的小苏打粉啦 因为这个季节嘛 重重危机特别可怕 然后预防的工作当然就是要做啦 我们就直接把它夹准 让它溶解 因为这只是预防嘛 所以还不需要加那个洗洁精 有病的才加洗洁精 然后因为五月份嘛 我这边的温度 天气都已经很热很热 而且非常干旱 温度大概都是上温10度以上 然后室外的温度都35-6度 所以真的很高 所以五月份开始 我的多肉大概就是半段水 半段水就是说有浇水 但是隔很久才浇一次 那目前我就是暂时是两个礼拜一次 就这样微微的进盆 你看这个水也没有装的很多 大概是这样子 看我的手大概这样 那加小苏打是因为说了 刚才有说了是重重危机 后来就把多肉拿来浸泡 首先就是这个迎天女 看看我的盆就是这样浅浅的让它泡 浅浅的让它泡就可以了 因为不需要让它太多水 而且上面都不能有水啊 因为我这边真的是太容易 就是太容易化水了 所以只能很少许的进盆 少许的给水啊 再来放一盆就是这个 也是薄叶系的琳打针 直接这样让它洗水就可以了 你看琳打针我控水了 这个超过三个礼拜了 它还是挺硬挺的 所以就微微的进盆就可以了 那给你们看微进盆就是这样 它底部有浸到一点点水就好 你不要用太多用太多 它整个就满上来了 然后这样子 进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不需要到表面潮湿 如果到表面潮湿 那就水太多了 因为微进盆只是说 让它盆土保持底部湿润 上面不要水 然后根部想要水 它就会往下去寻找 这样比较不会闷湿 那像我这个陶瓷盆小的这个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然后下面无根的 我昨天让它微进盆 所以三盆 大概这个水这样一盆 没有满啦 就是大概一半而已 也都吸的光光的 那这一颗红尘玫瑰是刚种的 所以它不需要进水 因为它这个伤口 等于还没有完全很好 过两天再来进盆 也不确定它可不可以长好了 那有粉丝跟我说 这个红尘玫瑰的叶片叶孵 发芽率是百分之百 希望真的可以啊 那就太赞了 期待 那在等待那个 那两盆进盆的时候 我们就来把这个 你看看这上面 这枯叶也太夸张 它们好干好干 我给你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大概控水 三个礼拜有了 你看 干成这样 这样虽然不会长菌啦 可是要是浇水 也是挺麻烦的 所以 就要把它拢干净 那我刚才稍微检查一下 它除了消耗这些叶片 剩下的都还挺硬挺的 然后下面长了好多好多的小芽 你看这叶片都脆脆的 空置干燥的话 空置干燥的话 比较不容易有病 空置干燥的话 空置干燥的话 比较不容易有病 好 它会非常硬挺 没有办法移动 这真的很不好拔 这个要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慢慢一层一层的 把它拔下来 好 你看 这些小侧牙 都因为光线不足 啊 这个季节真讨厌 擄好了 给你们看 擄掉了 它下面长了一堆侧牙 整个下面都长好多好多的小侧牙 虽然现在都是那个豆芽菜 豆芽菜的小侧牙 但是等它长起来 它就是整个会变得很大群 但是先决条件 它必须堵下成功 它这个叶片也不算厚 所以这一棵等一下也是 让它浸盆一下 但是这里有照到太阳 所以必须 再缓个三个小时 让它不那么热的时候 再来浸盆 不然的话 你直接拿去浸盆 它很容易就受伤了 所以多肉其实也是很娇贵的 娇 我都觉得它很傲娇 稍微不对 一点点没有做好 它就出状况给你看了 所以养个多肉真的是辛苦啊 时间差不多了 你看表面 还没有 还没有剩上来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这样拿起来 已经有重量了 有重量 表示它已经下面都吸水 这样就够了 不能给它喝太饱 喝太饱 它真的容易出问题啊 那这个迎天女也是 拿起来也是挺重的 这下面都是洞 但是我现在这个不好给你们看 它下面我打了大概有十几个洞 所以它现在很重 我一只手拿不太 不能支撑太久 所以直接把它拿到架子上去咯 就直接放到架子上了 哇 好辛苦啊 再来就是换这几盆 这个都是算比较薄叶系的 那你看这水锅乱糖 控水三个礼拜 它自己就一堆枯叶自己掉落 如果我再不给它水分的话 这些小小小青长出来的侧养 就都会 都会长不出来 然后在进盆的期间 我就把这些 已经枯掉的枯叶都整理好 这一盆是沿洗 这次不小心又买错了 也没办法 这一棵呢 我养了有一阵子了 它有度过一下的哦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它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它的名称 如果有知道的 可以指教哦 它的叶片就是这样小小的 它也是属于薄叶系 但是度下是没问题的哦 再来这颗鲁鲁也是 都一直长得很美哦 但是一看就是非常缺水 目前就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可能要放比较久 因为这个盆比较高嘛 所以可能要放一个小时 那这些水应该是 这几盆会把它吸光 那就让它慢慢吸吧 那我等一下再来慢慢整理 今天这个薄叶系的五月份浸盆 就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哦 我有加小苏打消毒哦 这样就不用再喷药 也不用让叶片上有药质 那真的是 我自己无法忍受了 看看你们自己可以忍受度的范围 做适当的处理咯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